是吧 是念观音菩萨灵 还是念阿弥陀佛灵 是念地藏皇菩萨灵 还是念文书菩萨灵 都灵 那我到底该念谁呢 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天分地暗 念得如痴如醉 保证让你当下清静 灵命忠实 安然而去 还好 我给你讲个故事 你自己判断你该念谁 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老太婆 很聪明 她初一十五 为了保佑家里人平安 她就念观音菩萨 她为了让她孙子 学习好 她就念文书菩萨 她为了让她老徒子 少杀点生 将来别夺地狱 她就念地藏皇菩萨 总而言之 她把她认识的菩萨 全部都念了一遍 但是临死的时候 特别纠结 特别痛苦 得了老年的疑难杂症 她死了以后 很不服气 我一辈子上宫又念佛 结果落了这么个下场 到最后都没人管我 她就去到阎王那里告了 她先告了观音菩萨 阎王就打电话 把观音菩萨叫来了 说这个观音啊 你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那老太太 初一十五上宫 又念你的名号 你怎么 到关键时候不帮她呢 这个 观音菩萨说 每年初一十五 每月初一十五 我听到有人念我的名字 我那急急忙忙地 就往那里赶 我走到半路一听 哦 念的地藏王菩萨 没见我了 我就回去了 我就回去了 哦 是这么回事 阎王说 那好 把地藏叫来 我问问这个地藏 怎么这么样的不尽责任 晒你一只手 还要把地藏王叫来 地藏王说 哎呀 我和观音一样 我也走到半路 听到她念的是文殊菩萨 我也回去了 念的菩萨多 考来考去考空 你怎么办 那我以后就请你阿弥陀佛 休息 越老实 越本分就好 不要朝三暮四 朝三见四